那么小便器的安装就要注意到它的高度了 大家都知道大人的小孩所用的小便器高度是不同的 所以一定要按照工程师的批准图纸来安装 不然的话小孩子的小便器装高了 那不就成了洗面盆了吗 另外小便器都可以采用自动感应的冲水装置 来保持厕所的卫生和加强环保意识 不过要采用这些自动感应装置的时候 就事先要得到水务署的批准 以及确保适合咸水使用才行 工友首先要按照墨线与墙壁预留位置 来安装感应装置的藏墙部分 但是一定要记住墙壁的厚度不可以少于100mm 接着就要根据生产商的产品安装说明书 把感应器的藏墙部分预先安装好 再用水泥固定好 这些位置一定要和将来做好的尺寸大小 相互配合才行 那整套自动感应装置 一般都是由干电池供电的电子功能来操作的 所以不能受到太大的外来撞击 用手来大力拍都不行的 另外也不能用水或带有酸性的洗剂来清洗 要不然它很容易受损 当然了安装以后一定要进行测试 来确保整个装置正常运作那才行啊 而至于尿槽呢 现实一般要用不锈钢片来做才耐用的 而尿槽本身的底部呢 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坡度和排水位 这样才能够保持流水畅通 不会囤积水了 另外说到蹲侧和残疾人士使人的厕所 就一定要依照批准图纸来安装 蹲侧呢 就要预留适当的空间来安装蹲侧的存水弯 而每一格厕所的地台面 也一定要有足够的坡度 这样才不会有积水的现象 同时清洗也更方便啊 而残疾人士厕所所用的拮据都有特别的规格 因为要照顾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在定料之前 一定要得到工程师的批准 那才行 对啊 另外所有作变器 洗面盆和水龙头的安装 都一定要根据生产商的产品安装说明书 和工程师批准的图纸来安装 厕所内部都要安装足够 而且稳固的扶手给残疾人士使用 这些扶手对于残疾人士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千万不能马虎 还有厕所内 记着要有地台排水 以方便日后的清洁 上完了厕所 当然要洗手了 在安装洗面盆和洗涤盆之前 同样要先做样板 没错啊 洗面盆和水龙头的排水阀 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 方便操作 如果洗面盆的台面 使用的是大底石或者是花钢石 那么在开口安装水龙头的时候 开口和石边至少要有50mm的距离 不然的话台面很容易破裂的 还有在连接集水软管的时候呢 脚伐的位置一定要准确 不然的话会被排水管和存水弯阻碍开关呢 对了 国强 你知不知道水龙头的操作都可以分为 人工操作和半自动操作 即使装有弹簧的水龙头和自动感应操作呢 我当然知道了 弹簧水龙头和自动感应操作的水龙头 一般都安装在公厕里面 因为它们有自动停水的功能 不会因为忘了关水而造成浪费 至于安装洗涤盆 要和橱柜相配合 洗涤盆要接好地线 这样才能确保安全使用 而洗涤盆的排水存水弯一定要便于清理 要不然堵塞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清理 那就麻烦了